你不会画画吗 你适合画画吗 宝贝们是不是经常反问自己这些问题 总觉得自己要悄悄地画画 然后惊艳所有人 那么本期就来盘点一下画画大佬们所拥有的一些特点 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体质吧 内向 爱画画的人大部分还是比较内敛的 耐得住性子 喜欢把不善交气的自己封闭起来 相比发呆和打游戏 在闲暇的时间里画画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或许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不受关注 但我们也享受一个人的自由 喜欢收集美 热衷于收集网上看到的一些好看的画 对于一张画的色彩 构图会有自己的看法 能get到每一张存图的亮点在哪 对于好看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容忍不了那些触及你审美底线的事物出现在你眼前 保持下去 这样既能建立你的素材库 还能不断地提高你的审美 当然如果你收集的都是色图的话 那就当阿不是在放屁 自我认知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练习里 总是能反反复复地看出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清楚自己是人体不好还是色态不行 亦或是练得不够多 一直在练习找问题解决问题 这三个点上无限循环 那么此类宝贝的进步肯定会是神速的 钢铁般的意志力 喜欢画画和想画画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能坚持画画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为什么每次什么东西都没带 过安检衣总是一直想 因为那是我们画画人钢铁般的意志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 还能忍着几个小时不玩手机 每天坚持画画的人 日后必成大处 该死的创造欲 每次画画左右那么几次会有点奇奇怪怪的想法 喜欢放空自己的大脑 画出很多不切实际 或者说很幼稚的东西 课本就是我们最好的创作领域 别人的课本都是笔记 我们的课本全是艺术品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科普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 大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